Hello 大家好 之前我去了全灣村新軒第一期的 UG37號店的這間名門 那它就是一間日本料理 那它呢 其實就晚上那個時候 價錢就是比較貴 但是下午呢 它的拉麵 或者 壽司那些都非常之貴 那價錢都是四十幾塊 五十幾塊 那加十幾塊就可以有壽司 那它雖然呢 就這樣的價錢 但是它的味道 都不是太差的 都蠻好吃的 那這個呢 就是 粒粒的切魚生多 它就48元 非常之划算 那魚生的份量都足夠 拌飯吃 新鮮度呢 以這樣的價錢來說 都算OK的 那就沒有什麼腥味的 那這個 這個加州卷呢 就是那個 屯腩肉烏冬附送的 那就是之後那個烏冬的 那它那些 牌子呢 都絕對不稀疏的 吃下去呢 都非常之善味的 那這兩個就是小吃啦 那我吃的這個呢 就是炸芝士年糕 就兩件二十三元的 超級抵食啦 你平時在元氣喵那些 都沒有那麼大塊的 都要這樣的價錢 不過呢 這間就不是說太推介的 如果你沒有試過 就可以試一下啦 那 因為它就不太推介 因為它就比較人啦 芝士味就淡的 還有那個質地呢 就不是說太陰影啦 那另外這個呢 都是加倍小吃啦 那它就是 吉別炸蝦寶的 就十物百元 非常之低色的 那它就呢 裡面很多蝦仁的 吃得出它是 真是新鮮的 不過我虧虧了呢 就是比較油的 那些沙律醬也挺好吃的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 那個 團腩肉 讚奇烏冬啦 那它就是48元的 那這個呢 它就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麼好吃的 它的湯底非常之濃郁啦 那個腩肉的份量都挺多的 吃下去非常之爽口啦 還有不會說很肥的 不過如果怕鞋的人呢 就不應該叫你吃啦 還有它那個 烏冬呢 都非常之鮮韌的 好啦 那這次我就介紹著 這麼多先啦 希望你們會follow我的Instagram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個编詞 稍汐